过往陆生来台念书 万一生病不仅伤身也伤荷包 以盛行健保制度来看 未及盛汉乔生 每个月缴交749元的备用 就能享有健保 但未来陆生也将纳入规范 统一规定只要学生来台超过半年 就能申请健保 而每个月必须缴交1249元的健保费 如果是在这个之前 那已经有补助了 当然就是按照维持 那事实上这一批算是比较健康 比较年轻的人 他其实加入健保 对我们的财务 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外界认为陆生纳保健保财务负担 也会跟着增加 以去年来看 乔外生实收保费是1.6亿元 医疗支出只有1.3亿 未来开放陆生纳保 教育部也乐观其成 整个对于这个陆生的一个保障方面的话 确实是比较有保障 所以我想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利多 基于人道考量 对于境外学生采取公平原则 就是希望学生们 都能享有同样的医疗保障 大约新闻 旅士春萧宇杰